这太吓人了 近日在福建泉州 一小区居民拍摄到了这惊险一幕 五名男孩在28楼楼顶边缘玩耍 其中两名孩子还翻出楼体 掉落在顶楼住户家的窗台上 站在对楼的女子看到这一幕知乎危险 并且跑到了对楼楼顶将孩子们劝回 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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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后面一个大哥哥 总共你们二四五个人是不是 刘先生是一个商场的跆拳道教练 他说此前就有女员工反映 在商场上厕所时发现有人偷拍 当时便调取监控后报警 发现了之后然后他就大叫嘛 叫了几十男人就跑掉了 跑掉之后然后这边报警 报警之后当时调了监控 没有把这个人抓到 3月9号刘先生吃完晚饭后 看到一名可疑男子正在尾随一名女士 便跟了上去 刘先生随即将该男子制服 结果发现其手机里存有大量的偷拍照片 目前该男子已被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夜路走多了总是会踩雷的 近日就有一个小偷在逃跑过程中 慌不择路搭上了辅警的车 这事就发生在安徽 辅警赵富强骑车回派出所途中 发现一名男子从身后急匆匆跑过 后面有群众追赶并大喊抓小偷 赵富强骑车追赶到男子跟前 寻找时机抓捕 谁知该男子竟然对赵富强说道 兄弟搭个车我跑不动了 你送我一程 赵富强假装配合 就在该男子准备上车时 迅速出手果断将 眼前这位就是文丽女士 她今年58岁收养流浪狗11年了 从最初的10余只到现在已经有800余只了 这些狗狗呢都是从小区里 大街上救回来的流浪狗 今年4月就第12年开始了 为了养活这些流浪狗 文女士说她变卖掉了自己两套房产 现在她已经倾家荡产 穷困潦倒 连家人都离她而去 800多只流浪狗一天需要食物上千斤 加上她平时从菜市场捡回来的菜叶的 三年前她被流浪狗咬伤了小腿 至今触目惊心 文女士说她希望在有生之年 帮助更多的流浪狗 集中起来给她们搭建一个舒适的窝 3月13日 重庆市两江新区 一位女医生救下三名清洁工的视频 引发许多网友的好评 视频显示 这位女医生一直跪在地上 以心肺复苏术的方式 对一名清洁工施救 整个救人过程持续近15分钟 看见一个穿着黄色衣服 一个工人躺在地上 当时的话是没有自主呼吸和脉搏的 然后我就给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大概五分钟之后 基本上这个人的心跳和脉搏的话 自主呼吸都有一点恢复 他们应该是清理浴力 还是考虑的话 还是一个朝气中毒 最终我们医院去核吃了 然后都已经就是拖你身边奉献了 然后在救的过程中 完全一心一意的就在想 把这样一个人救活 不然他的一个家就散了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对我来说